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拉 一天风把里圈开 一路周圈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时 英雄的乞丐 小八尝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就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Hey go go boss Yeah yeah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超学先锋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小跋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做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Go go boss 就是超学先锋 满月下的彩虹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我的球呢 既定的油画完成了 接下来只要带回去等干 阿脸 你有看到我的球吗 小心 行 你们还好吗 别提了 今天真的太 倒霉 物件容易损坏或者突然不见 不受控制等等倒霉情况 都可能是由超级满月引起的 超级满月十分罕见 据我研究 超级满月出现 将会引发火山喷发 红水 甚至是世界末日 原来我们遇到的倒霉事 都是超级满月要走的 才不是那样呢 超级满月不但不会带来灾害 还十分普遍 每年平均会出现四到六次呢 瑟拉斯 超级满月是什么 是很大很大的月亮吗 哥德 是的呢 但正确来说 叫近地点满月 由于月亮绕着地球转的轨迹 是椭圆形的 月亮也会有不同的大小变化 当月亮距离地球近了 刚好又满月 所以叫超级满月 所以超级满月是一种正常的天文现象 而且我也确实查不到任何资料 证明超级满月会带来灾害 我同意大家的说法 你们看 除了刚刚那个台 其他台都没有出现灾害兮兮报道 明日岛上空的怪事接连发生 不明的爆炸响声和月球上有奇怪的裂缝接连出现 我们一起来看看市民们的反应吧 月球是要裂开了吗 那个碎片会掉到我头上吗 快跑快跑 可是从太空上看 月球完好无缺呢 从形状 颜色和立体度来看 都不像是裂缝 更像是贴上去的 比如说贴纸 我脑子都转不过来了 伙伴们 我提议跟无人机出去调查一下 艾迪 你的主意很棒 让我们来调查一下 爆炸响声是从哪里来的 同意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k 代表技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phmatics 代表运动 这一切总成了 你们好学习哦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火山没有喷发的征兆 也没有异常 海面也没有异常 森林没有异常 不过动物们 似乎很不安 阿力 小心 我差点被一头鹿撞到了 曼妮莎 天文台情况怎么样 我这里情况有点复杂 这个声音 听起来跟新闻上的爆炸声很像呢 曼妮莎 好间点看看 好的 啊 无人机信号丢失了 很抱歉 曼妮莎 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看刚刚的无人机录像 哦 等等 在天文台上放大看看 无人机信号丢失 看来要到天文台走一趟了 嗯 哦 爆炸声又出现了 你们看 月亮要被烟雾遮挡出了 噢 糊涂博士和奔吉在那里 嗯 他们好像在弄什么机器 哦 那是用来向天空投射3D影像的仪器 嗯 这台仪器向天空发射出烟雾炮弹 在空中形成像目不一样的烟雾团 最后再把3D图像投影在上面 这样浓烈的烟雾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 你要赶紧阻止它们 时间不多了 还差一点点就能调好了 嗯 糊涂博士 奔吉 不要再怕射了 停下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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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博士 你还是赶紧把机器停下吧 嗯 爆炸声和奇怪的图外 把市民们吓到了 不要胡说了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好运的 嗯 对啊 你们快走吧 不要骚扰博士 糊涂博士 小心 哎呀 哦 博士 我来了 糊涂博士 哎呀 救我啊 快点 拉我上去 啊 不 在啊 啊 呃 对我呀 哦 气垫发射 我啊 对我啊 嗯 嗯 嗯 啊 啊 是不是 幸好 没事 嗯 啊 啊 我有不好的预感 不玩了 没了 博士 芬奇 猜一猜吧 我的月红没了 没了 什么 月红 事情是这样的 明日岛即将迎来超级满月 到时各位观众将会看到幸运的月红 月红是月亮彩虹 可以带来幸运 到底是不是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哇 这种新闻是骗人的吧 博士 你说对吧 啊 幸运的月红 芬奇 我们的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我们只要制造出能给人带来好运的月红 到时我们就可以将为明日岛最最出名的人了 不愧是博士 就是这样 我带不了幸运的月红给明日岛了 可是月红为什么会给大家带来幸运呀 应该是能看到月红的人都是幸运的 因为月红形成的条件很高 而且在月亮出现的彩虹很罕见 首先 月亮的位置要非常低 非常接近地球 然后 夜空必须非常暗 最后 对着月亮方向的天空湿度必须大 集体这三个必要条件 才有可能看见月红 所以 月红是一种自然现象 和运气没什么关系 什么 芬琪 我们听错了 不是 芬琪 看见满月不是厄运 月红也不能给大家带来好运 我们应该用科学角度看待他们 好运气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又搞砸了 不能成为明日岛出名的人了 但你是可以看见月红的幸运儿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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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超级满月不是正好满足月红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吗 曼妮莎说得很对 我们一起制造月红 让大家都知道 星云和各月不是必然的 我们自己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制造 明亮的月亮是看月红必要条件 那我们要把浓重的烟雾驱散吗 驱散烟雾的好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只需要一些小改装 维修修哥德可以做到 超级满月亮 哥德变身 工程修理 超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转发吧 下转发吧 下转发吧 嗯 下转发吧 结完成 装填完毕 启动 这种特质的气雾弹 能清除空气中的雾霾污染 接下来就是要喷洒水雾了 这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水雾 经过设计 水雾可以在空中形成指定形状和范围的水雾 所以要精确计算每一个数据 让月光刚好通过水雾区形成月红 ID准备好了 我们也准备好了 角度调整完毕 发射 月红好美啊 我们是看到月红的新女儿咯 小金 阿丽 你们昨天只是不小心碰到对方 对啊 根本不是什么倒霉事呢 伙伴们 你们看 昨天的超级满月事件 原来是大家搞了乌龙 一切都是因为糊涂博士 想给大家制造好运造成的 糊涂博士 根据最新的投票 你再次获得了明日的破坏大王奖 走开走开 我们博士有更重要的方便要去做 博士 关于这个奖项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博士说两句吧 可怜的博士 我今天还是太倒霉了 不 阿丽 是我不小心撞到你 伙伴们 我们要学会用科学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